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中国人也是很厉害的 我们对气候的这种掌控 掌握表达是非常准确的 而且定的那个日子恰恰就是季节交替变化的那一天 往往我们在我们中国古代的这些节气中间都会发生比如说下雨啊 天气突然之间的变化呀 在立秋前后也有一次这样的变化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 大概就是立秋前一天应该是 那么秋季的这个邪气属性 咱们讲这个邪气致病 我们讲这个有内因外因不内外因 有饮食因素还有这个情质因素所受 那么秋季的为什么我先讲这个邪气呢 外邪实际上是最长的一种伤人的这种病因 所以我这个呢不从内因上讲 不从情质所上不从那些因素上去辨别去讲 我先从这个邪气邪气这个角度 因为我季节我从从分季节来给大家讲怎么样使用中成药 这个初中就是啊 就是每个季节邪气不同啊 他的这个主要的致病因素有什么特点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刚才私下跟这个同学员我们交流了一下 大家也希望我能够把这个啊 具体的原理啊 疾病的辩证的具体的原理给大家详细的讲述啊 私下也有学员还给我提出了一个特别中肯的意见 让我这次把这个啊 把这个每一个方子啊 到底该什么时候使用要详细的讲述 我这次尽量要做到这样啊 那么秋季的邪气属性呢 从立秋到秋分之间 确切的讲其实是到白鹿之间啊 到白鹿之间啊 你们呃 咱们再再观察哈 等今年到白鹿之后 这个这个气候就慢慢就实现了 就就退进了啊 啊 那么从立秋开始到秋分之间 到甚至到可能再往前推一点 到白鹿之间 这个季节其实在我们中医叫长夏啊 叫长夏季节 这个季节呢 秉的是鼠的鱼气 鼠湿的鱼气 还有一些加湿啊 这时候有时候还会有一些雨啊 天气还是有的时候偏雨超湿啊 总体来讲慢慢变得干燥 它不是一下子啊 啊 由由石转造啊 这个气候不可能是这样 它是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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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不经意见 它已经由 呃 有亮变变成质变了啊 啊 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就是由这样 从秋分啊 到也可以 也可以说从白鹿节气啊 大概就是秋分和白鹿节气开始 到历冬之间 这个季节啊 开始就是造邪当令了啊 啊 你们记住就是造邪当令了啊 啊 之前就是属 属的这一类的疾病还比较多啊 比在比例中比较多 而在这个节气之间的话 就是属噪的比较多了啊 再往后啊 这个噪里 噪里面又分温噪和量噪 再往后可能就是属于寒 属风寒 属风寒 这一类的了啊 但是 啊 这一个阶段啊 是属 属噪的啊 那么噪呢 又分成温噪和量噪啊 那么 呃 我在学学温病的时候 我也学温病的啊 肯定原先我最早的时候认为 如果要是说 从一个平滑过渡的曲线来讲 那肯定是属湿 开始慢慢转噪啊 转噪先转的是温噪 对吧 啊 应该是出入秋的时候是温噪啊 再后是量噪啊 啊 我们想象的应该是这样 量噪然后慢慢变成风寒了 就是这样一个变化啊 那实际上 实际上 我们在秋季上看到的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么一个时间的一个转化 在秋的这个季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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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噪和量噪啊 它是 并存的 嗯 它是同时存在的 比如说一个邪气来了 两个人同时感冒了 有有的人表现成温噪 有的人表现成量噪啊 啊 这个很奇怪的 所以 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啊 啊 从实践中得出的这个结论 他们是同时并存在一个阶段中间的啊 这是邪气属性啊 有一个 有一个有有有有有趣的一个现象哈 我 我是这是这两年发现的 以前我没有没有去特意的这个特意的去关注我这个这个事情 你们记住就是这个以秋分节气为这个为这个节点 为节点哈 以秋分节气为节点 如果在比如说有一个人咳嗽他咳嗽的时间特别长啊 比如咳嗽二十多天了 他是在这个力秋和秋分之间甚至是在初属这个这个季节感感的邪气 然后他一直咳嗽咳嗽了一个多月咳到了 呃 就是这个秋造主令的这个时候 啊 如果他在前面这个季节 他是属于湿热类的这种湿温这一类的话 那么他 一直咳嗽到 造血主令的这个季节的时候 他还仍然属于湿温病 也就是说我们在造血主令的时候还能见到湿温病 就是说那天气特别干燥了 但是还能见到湿温病 实际上有很多是在之前的一个季节感受的这个疾病啊 所以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来了两个合作 一个是属于湿温 一个属于灶 你们就认为 哎呦这个这是人体人的体质真的是差异 这有体质因素啊 有体质因素 有的人更容易感湿 有的人更容易感到 这有体质 但是也有这个就是他的这个疾病的这个发生的那个时候啊 所以我每次问病的时候 问病史 一定要确定这个病人是哪一天发病了 哪一天发病了 这个事情很重要很重要 嗯 这是给你们讲了一个关键点啊 你们记住了 呃 秋天的这个常见病呢 呃 首先最重要 最最常见的两个最常见的 其实最最常见的就是咳嗽 实际上秋天啊 这个季节啊 发热类疾病 本身应该不是很多 就是造血主令的时候 发热类的疾病 比例应该不是很多 但是今年 湿血比较重 蜀疾比较重 所以今年发的腐蜀特别的多 后面我会给你们讲 腐蜀在西医上是什么病 今年的腐蜀特别多 啊 今年 你们看 等到今年立秋以后 还会有很多很多的 像这个炮热类疾病 的一个大爆发 甚至到冬季都还有 这是因为今年的这个湿血 夏季的这个蜀疾太重 所以感受的这个 这个病到了那个季节 再发病 这叫腐蜀 这就是腐蜀文病 它不是属于 不是属于当季的感受的这种文病 这是咳嗽发热 当然 秋灶 秋灶也不引起发热 秋灶也有发热 灶和鼠热相合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季节 还有灶热伤费这么一种类型 后面我这里面也有 这是一个秋灶的辩证 这个也有这样一类的 但是这一类的呢 总体来讲 比较少见 多数我们感受秋灶邪气以后 我们是以咳嗽的这种表现 以咳嗽剧烈咳嗽 甚至咳嗽很长时间 以这个表现为主 有的人从秋季主令的咳嗽 一直咳嗽到冬季 又咳到寒血主令的时候 那时候它还是秋灶 所以有的时候发病的这个节点 很挺重要的 那我们怎么去辨别这个疾病 秋季呢 还有一个腹泻 那我们夏天 夏天属世类的这个 我们讲过胃肠病 包括呕吐蟹蟹 那秋季也常见 那秋季发生的腹泻 和我们夏季发生的腹泻 有什么区别呢 那么该怎么用药呢 那我今天呢 就会着重讲这个 相同的地方我就不讲了 凡是辩证相同的地方 我就不讲了 你们按照夏季的去操作 秋季呢 是过敏性疾病 秋季因为有一些过敏性疾病 就开始出现了 我们夏季可能时针比较多 那秋季实际上 鼻炎哮喘这一类的 就开始多了 它和春季的这一类的疾病 又有什么区别呢 那么我今天也着重给大家 这一类的疾病 它有什么致病特点 该怎么样用药 我也是今天着重给大家讲 最后一个就是这个心脑血管疾病 那我刚 我之前夏季给大家讲 夏季的心脑血管疾病 数虚的比较多 对吧 那么秋季的有什么特点 那么今天也是着重讲 今年秋季的气候特点呢 8月7号是立秋 从立秋和秋分之间 我们称之为长夏季节 那么从往年来讲 这个季节呢 其实是没有今年这么潮的 其实今年相对来说 要比往年略为潮湿一点 今年的这个潮湿门热 要比往年强 所以 虽然说立秋节以后 秋风一起 天气慢慢转造 但总体来讲 现在的这个同一个时间的这个气候 就是我们在8月底 去年的8月底 要比现在要更干燥一些 今年更潮湿 那么发热类疾病 将主要的类型 僵尸 这样一类类型 是属于湿门类 今年这个 因为雨水多 气候潮湿 我预计 今年的这个抛诊性烟加炎 和手足口病 将在这个儿童中 包括儿童 包括老年 包括身体较弱的人 这一类抛诊性 病毒性的这个疾病 它都会 在这一类人群中进行一个传播 那以烟后壁的抛诊发热为主 手足口部 并以手足心的这种抛诊 和口腔的这个抛诊为主要表现 均伴有轻微的胃肠道反应 这一类疾病 在夏季 在夏季 在夏季没有出服的时候 这一个病叫失温病 从我们中医上来讲 它在温病学上 定命名为失温病 如果发在立秋之后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发 它也是失温病 属于失温病的一大类 但是它的名字叫做腐蜀 因为蜀疾已经过了 它是腐血温病了 如果要是发在立冬之后 就叫腐蜀晚发 这个中医的这个病 同样一个病理因素 它把它又分成细分的病 所以有的时候中医的病 比西医的病要大 范围要大 一个病包含着很多个疾病 但是有的时候中医的病 又比西医的病要小 它一个病发在不同的季节 它又有不同的名称 所以它的分类是不一样的 那么去年的时候 去年冬季呢 我见了好多浮属晚发的 去年冬季的高热 小儿的这种高热 有三分之一都是属于浮属晚发 这个就已经非常不寻常了 今年应该比去年还多 去年有三分之一是浮属晚发 有三分之一属于温 是三分之一属于冬温 属于冬温 这就很奇怪了 非常非常奇怪 冬季在寒冬腊月出现冬温 属冬温 三分之一属伤寒 所以好多人拿一个治疗思路去治 就发现有一大半的治不好 有一小撮的能治好 所以就把它辨别清楚 我有一篇文章 你们回去看一看 那是去年写的 今年还会多 你们去观察吧 今年泡雨天天天 冬天会非常非常多 那么治疗怎么治呢 我其实之前跟你们讲过 对吧 你们还记得吗 记得 火香正气和银锹解读 或者是火香正气和银黄 或者是加双黄连 如果要是表壁比较重一点 武寒武汉 也就是说秋 秋凉外树 月到天边要凉的时候 有寒血外树的时候 这时候里边有树石 这个时候就加一点点感冒轻热颗粒 你们记住感冒轻热颗粒 在这里边的时候 千万不要多 它的这个寒血只是它的一部分发病因素 最多小孩用到四分之一 大人用到二分之一 大感冒轻热颗粒就已经是极限量了 再多的话 它就容易就湿热交解 这个时候往往热就不容易解 这个病可能你初用一下 感觉效果不错 你要用多了的话 这个病就发生辩证了 这是我说的这个属于服属这一类的 因为等到一会后面多了 你们可能就有点乱了 你们记住 这一类服属这样一类病 它表现上和我们所有的这种高热都很像 它初期的表现上都有乌寒 乌寒没有汗 身上一点汗没有 甚至有的 有的有的 如果表壁的严重的时候身上都疼 这个和伤寒都非常像 和风寒类感冒都是很像的 它表壁的这个因素又因是相同的 所以非常非常像 但是它有一个什么致病特点呢 它伴有着胃肠道的反应 伤寒通常不会 瘟病也通常不会 造邪伤肺的这种情况也不会 它即使有咳嗽 有轻微的咳嗽 它往往咳嗽 不是它起始的主要的表现 它可能有那种枪咳 它以咽喉的这种疼痛 你一看后边有泡枕 如果有泡枕 你基本上都是室温 它有一点点恶心 有一点点大便偏软 它不一定会有明显的那种腐痛腐蟹 或恶心 O2 但是它多少都伴有这种胃肠道反应 一看舌头 舌苔是很腻 很厚腻的 这个 都是属于腐蜀这一类的 按着腐蜀这样去治 就按着这个方案 我今天呢 再给大家介绍另一个方案 就是说不是用这个 火腔症气和银翘解读 还有港部天 你们能猜到是什么吗 能猜到吗 另一个方案 有点意思 五十茶颗粒 与银翘解读 何用 你们来咱们来看看五十茶颗粒 五十茶颗粒这个 这个里面 你们回去对比这个火腔症气 火腔症气 大腐苏干菊 陈寗主谱 下起白子加姜枣 其实它这个方案 和火腔症气是非常非常像的 你发现火腔症气的很多药 它这里面都有 但是它这个方案里面 有一些火腔症气不具有的 不具有的药物 比如说 神渠火腔症气的也有 也有 比如说柴虎 火腔症气的也不具有柴虎 比如说枪活 比如说防风 那么大家可以知道 枪活这个性 曲表时之风时必痛 那么枪活这个要性比较造烈 有的甚至在 甚至在那个 在古代的时候枪活都带麻黄使用的 这个枪活去表的 入太阳光晶 入太阳光晶 那么柴虎入少阳晶 所以实际上 这个方子 有点像酒味枪活汤 有点像酒味枪活汤 所以他化解表时 退表 表寒的这个作用 再表的寒湿这个作用 要好过火腔症气 火腔症气 化理湿的作用 要好过它 所以 但是 在病理因素中 有寒血夹杂的时候 那么实际上 五十茶颗粒更合适 所以五十茶颗粒这个东西 实际上是在南方特别常用 那你们就看奇怪了 怎么南方应该比北方更热呀 那怎么在南方 实际上 五十茶颗粒啊 在南方的冬季更常用 南方的冬季它湿冷 它很寒冷 没有暖气 又没有暖气 尤其像咱们的广路机 所以实际上 它有这样一个特点 好 你们 从辩证上来讲 都是类似的 我这两个方案都可以 这两个方案都可以 你们可以自己选择 自己去选择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个 这个是 2018年8月上学 最近我看到的这个 抛震行严家严的这个小孩 就多了 越来越多了 但是 在8月上学的时候 还是散发 真是偶然能遇到一个 这个小孩 他也是给我 也是给我这个微信 微信 发的 他说这个 一下子就突然之间 就发这个烟通高热 大便交软 胃口不好 吃不下饭 然后是因为小朋友之间 相互传染治病 然后 他妈妈一看 他烟后壁上有炮症 他们老师也不让上学了 直接就给 直接就给关在家里边 然后 嗯 我就让他用这个火香蒸汐水和银黄颗粒 就是 这样 为什么 为什么没用银翘解读丸呢 为什么 对 特别棒 因为四岁的小女孩 那个银翘解读丸 那个小水丸 受限制 银翘解读的这个颗粒剂 又很难买 其实我特别喜欢颗粒剂 颗粒剂的那个剂量特别特别好掌控 而且口感也好 脚味做得好 实际上 我比较喜欢用颗粒剂 所以我这个用的火香蒸汐和银黄颗粒 它这个治疗时间稍微长了一些 大概是两到三天 但是因为它的服药的配合性要差一些 但是慢慢的就治好了 它这个抛枕型烟间盐 往往那个抛枕一开始透明的小炮 然后之后就变成小浓炮了 就看着像透明 就是像乳白色 实际上它一到这个乳白色的这个时候 它又夹杂着细菌感染了 这时候实际上一开始的时候 抗病毒治疗 从西医上来讲 在后期它也夹着抗生素的 就是抗生素来用抗菌治疗 抗病毒抗菌一体制 所以从中医上来讲 我们这个思路也是一脉相承的 也是吻合的